好,那然后我们今天在在您走之前,大家一起跟我来看一下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词,我们今天大家稍微来看一下有个词,叫smash 这个词大家还是把它记住,先把它读音记住,你就会明白,它会读成smash 好,一个词,反正我们现在会发现,一个词能够sh连上的,然后它必定会发誓,是不是 然后一旦有誓,你就会知道,大事不好了 因为你见过这个词,crash,对不对,crash记得是什么吗 从空中往下掉,摔那个稀巴嫩,叫crash,对不对 smash也是指摔碎,而且是摔的什么碎 你看上面摔的粉碎,它就叫smash 好,那我们大家就能看,算你根据它读音,你就能记得住 它能够发誓,就给你感觉,你像一个玻璃要扎到地上,要不然就是光当 两半,要不然一旦这个玻璃嘶的一下子,你就会知道,全是碎成了碎片 所以,我们一般跟sh相连的都是摔成粉碎,或者是什么怎么样 好,那因此我们这里面有crash,我们就知道,啊,程度很深 smash,摔成粉碎 所以我们有smash something, smash something into pieces smash something into pieces 把一个东西摔成什么, pieces,碎片 这就叫smash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叫摔碎 我们再来听一个词,crash crash,crash这个词也叫碎 大家不知道大家对它的认知是什么 crash 好,那这个词呢,我们大家能够听到 第一,首先它会几岁 但这个词它跟smash不一样 crash调掉的是受挤压而变碎 你看它的词形 you这个词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给握着,是不是 然后一挤压它就 然后它就会变为crash 所以crash就放为受挤压而变碎 我们上上能听到这句话叫 the eggs are easy to crush 鸡蛋很容易碎 很容易什么碎 不碰它,它会碎吗 还不是你碰了它一下,挤了它一下 它才会碎 so it's easy to crush understand 好,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crash叫什么 叫叫叫这个容易受挤压而变碎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一般的一个东西 如果容易破的话 你都会在底下有个托盘 托盘上面都长满了这个东西 表示把它一个个的建在一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玻璃杯子容易碎 如果说容易被摔碎 那你肯定不会用crash 但是我们常常会说 里面的东西小心轻放 什么什么东西不要几碎 那他就问了一次 crash ok, good 好,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碎 还有什么碎 哎呀,对了 我们还有一个就直接跟这里用break break 就叫什么碎 叫把碎 好,那还有什么碎 还有这个词 我们还记得吗 叫cut cut into pieces 叫什么碎 叫切碎和碱 用cut into pieces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什么碎 tear tear into pieces tear你撕 tear into pieces 把什么东西撕成碎片 一生气的时候你就会tear something into pieces 就会把一个东西给撕成碎片 用tear understand 好,现在我们说用刀子 用锋利的工仪器 就用什么 cut 然后我们如果用手的话 用tear撕扯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贴上往下掉 crash 如果你用力的把它给摔碎 那摔碎会有两个 第一个叫break 而摔成粉碎 就用smash 还有一种是受挤压而变碎 crash crash 那还有东西说 有没有那种不碎呀 也有 crack 还有一种词叫crack crack叫什么呢 叫做裂 就裂 但它不碎 这个东西就可怕了 光裂它不碎 所以一个东西上面有了裂痕 但它还没有碎掉 就用crack 那么这个词我们大家别忘了 后面在一二就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还记得是什么 叫cracker 好 所以你看 你看一下 一个东西一旦 然后你一个食指 然后抓在那个车簿里上面 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crack 你看它破车簿里上 你就听到第一声 然后你没有听到嘘 这种声音 所以它永远就是 一旦裂了一道风 它不会往下落 好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crack 表示裂了 但是它没有完完全全碎 ok now there's so much for this word 好 那么最后我们把这几个词再看一下 第一边有 smash crash crash break cut tear crack and then I want you to remember cout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在大家在记一个词叫cout cout cout 的名是院子 49克的 这个左边 右边的第一个单词 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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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表示院子的时候 我们大家为什么要记得 原因是因为 它同一个词当中 含有了三个表示院子的概念 第一个 cout 院子 第二个词 yard 是表示院子 cout cout 表示合在一块 它还是表示院子 所以你想 你要被一个单词 你就等于背诸了三个单词 cout 院子 yard 院子 所以我们说cout 这个词我们非但表示院子 它主要强调什么院 庭院 正因为强调庭院 所以我们这个外国的法庭 就用这词 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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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说什么叫yard yard这个词 它不强调庭院 它就强调院子 往往习惯上有一个什么组合呢 叫backyard back b-a-c-k backyard 叫什么院 后院 叫后院 而我们今天的cout 连在一块 那就翻为院子 庭院呢 后院呢 都是一个词了 and we have miraculous lay means 奇迹般的 and unhurt hurt means 伤 表示受伤 对不对 unhurt表示 没有受伤的 它是一个什么词性 形容词 它是一个形容词 and we have glance 好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词 叫glance glance means 扫视 这个词 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 这个glance强调是什么 是主动的看 还是无意识的看 有意识的去看 只不过看的时间怎么样 不长 只不过看的时间不长 所以我们表示 对一个东西漫不经心的时候 就会用glance at something 对不对 对一个东西不是很放在心上的 and we have glance at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习惯说的时候 可是说glance at 表示的是 扫了什么东西一眼 and 好 那么既然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又说起来了一个看 所以我们还记得 我们上次课已经说过 11个看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说进去再去两个 最第一个词glare 我们以前学过一个spear spear at 还记得我们一个叫spear at spear at means what 叫盯着看 而今天我们要大家记得 这个词glare at glare at means glare at表示一种生气的 所以我们表示 看一个人很生气 用什么词 瞪着某人 就会用这个词glare at glare at somebody 所以我们会说 哎呀那个孩子 叫他叫stop making noise 叫你不要再制造噪音了 接下来小孩还是在吵个不停 这个时候你就会 什么的children glare at the children 你会非常当火 对不对 这孩子那么不听话 那么再来看我们下面一个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底下的一个gaze at gaze at是我们在52课 现在看到的一个短语 书上面没有把它列作生词 所以我们提前记忆gaze at gaze at that means gaze gaze at 这个词我们挺耐心好的 它的表达方式是另外一种概念 它表示一种目不转睛的盯着 但它盯的概念里面含有一种 表示惊讶 表示羡慕 表示欣佩 所以我们这个gaze at 我们往往跟一个什么词相连呢 一个什么样的修饰词呢 叫无限神往 就gaze at 所以当你非常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怎么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它 gaze at gaze at 比方说的是 我们把它翻为盯着 但是一定要强调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盯着 羡慕的 非常想得到那个东西 羡慕的 gaze at 所以我觉得有点 我们常常能够在这个店 在这个小说上能看到 说某某一个一个人 什么贪男的盯着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个贪男的盯着 就用这个词是对象 因为看这个概念 是没有什么贪男的看和不贪男的看 所以他所谓的贪男 就是表示他想得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就会用哪个词 gaze at 所以当我如果要看到一个 一个价值连成的一个什么东西 挂在我的同学家 我就千方百计想法骗过来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会怎么看着它呢 就会gaze at something gaze at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再记两个词 然后等到我们学到gaze的时候 我们再去写词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一批批的戏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两个词 能不能记得住 一起跟我来看一下 一个词叫什么 gaze at gaze at 表示什么 向往很神往 对不对 next one we have glare at glare at 表示什么 瞪 瞪着某人 也发为盯着 但是是一种非常恼火的概念 ok then we'll have the last one 好最后一个词叫promptly promptly promptly means迅速的 这个词一方为迅速的 马上给我们想起来是 quickly fast 这是大家的第一个小话 好 赶快打住 这个词promptly 不等于quickly 不等于fast 它这个迅速不是速度上的快 它这个迅速不是速度上的快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at once 等于immediately 还记得我们以前学过一个immediately immediately means什么样的迅速 立刻马上 立刻马上也是叫迅速啊 所以我们说promptly 不等于quickly和fast 它只等于at once 只等于immediately 好 那这几个词我们把它翻为什么 不翻为迅速了 就翻为立刻马上 你就这么看 立刻和马上 好了 那以后我们再要用 用这个词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说它 说它很快的就 就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会不会用 这个promptly 有可能 你如果表示的时候 它立刻就离开了 那你就用promptly 但是如果表示它走得很快 你会不会用promptly 不会 那时候你会用quickly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说 那要看这个句型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OK Now And there's so much for the new ones 所以到这儿为止 我们所有的这课的单词才结束 那么我们大家再来快速的来 看一下我们这课 到底学了哪些单词 从第一个单词开始看起 我们就说起来了 说厌烦的叫什么 叫tired 然后这个tired 不表示厌烦 这表示疲倦 但是我们真正的厌烦 是用短语来表达的 叫be tired of 然后我们今天还说了 除了be tired of 还可以说 get tired of OK And then Next one 下面一课 我们有真正的 真正的叫real real 我们还有一个符合什么标准的 true 好 true 那么再来看一下 底下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说你 说你真正的朋友 说real friend 还是true friend true friend 他会表示 非但这个不是 如果你用real friend 表示这个朋友不是假造的 表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而我们true表示的是 这个朋友才叫什么朋友 真正的朋友 符合朋友标准的人 叫true friend And next we have owner owner这个词可以一项武器记住了 And we have 堂皇叫什么 就spring 好 现在大家看我 你不用看书了 然后我们来看床垫叫什么 就matrix 就matrix 然后把这个matrix 前三个词把它留下来 就变成了mat 而那个mat就没有床垫那么大了 对不对 它只是你家桌子上的那种 杯垫子叫mat 好 然后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个坐在地上的叫 叫cushion 不叫cushion 叫cushion cushion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说除了这样的这个床垫和弹簧之外 然后我们又说了下一个词叫 一阵风 叫gust 好 我们的读音很快 gust gust 好 然后风就会有吹和刮对不对 以前我们说一个吹刮就blow 但是今天又学了一个吹和刮叫sweep 我们sweep有一种叫扫地一样的把东西给扫掉 叫sweep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院子叫什么 yard 也可以叫court 还可以粘在一块叫courtyard 好 那么courtyard在英国可能会被发音为courtyard 因为t和year 在英式的符合音当中 t和year可以粘读的 它可以读成ch 所以它可能会读成courtyard courtyard 给我 授国 辆 词